董宇辉注册了新公司叫与辉同行 注册资本金1000万注册地在北京评股 和东方优选的注册地是一样的 董宇辉是公司法人 这公司应该是还是隶属于东方真选的 所有的这个收入应该也是归东方真选的 至于他们怎么分成 董宇辉拿多少 这个并不清楚 所以先不用着急猜测 我觉得在收入方面 大家可以放心 董宇辉不会少拿钱 钱以后并不是董宇辉的问题 以他的实现销售的能力来说 不管他是做文旅 还是做助农 都会比其他人强得多 我还想说的一点 就是其实东方真选这个平台 和其他的现在走人文路线的这些平台相比 比如说交个朋友 雪尔斯 还有高途什么呀 都是类似的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东方真选有董宇辉 所以董宇辉之于东方真选 就是俩猫四盖 也就是东方真选的王炸 那之前的董宇辉是和其他主播合在一起播的 他有时候 他经常的会帮其他主播推流 用自己的流量帮别的主播带业绩 那董宇辉个人的能力 在东方真选的这些主播里头 占到的比例是非常高 但是由于混在一起卖 业绩也是一起计算 所以 有的时候就不好说啊 到底是业绩来自于谁 那 那前天 董宇辉用三十分钟 卖了五十万本书的奇迹 证明了自己的 在这一方面的带货能力 和他做自己喜爱的事的时候的 这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现在分开各自计算 两个赛道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是罗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到底谁能卖 到底谁是真王派 到底你东方真选要和别人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大虾是卖一二九还是卖七十九 这是分人的